什么叫预测呢 预测 举例来说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过连续性分析 我们就把连续性分析这张 了不起我们再重做一次 你看哦 连续性分析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订单日期 然后销售额 当我今天我要去预测的话 如果我只有给他以年的资料来看 是不是只有四期的资料 这样来去做预测第五期 我觉得这样子太强人所难了 所以最好统计是不是有一个大数法则三十 你要是给他三十期的资料 会不会他预测会比较精准 会嘛对不对 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怎么给他三十期以上的资料 能不能用G 能不能用G G还是不够 可以吗 这是不是G G这样总共16G 那我再继续往下 那我再继续往下 是不是就变成什么 月 月是不是四十八期了 一年十二期 十二个月 所以四年四十八期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 用这种方式来去观看 我先把它删掉 首先我们用折线图来去画 折线图 画什么呢 各年 所以订单日期的销售额 然后呢 把它向下 向下 是不是就变成 2013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一直到最后 四十八期的资料都呈现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稍微预测一下 预测 我们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如何 假设我今天我想预测 2017年的1月 这是不是2016年的12月 对不对 我是不是想要分析预测 2017年的1月 这才叫预测啊 那怎么做预测呢 预测很简单 我先把资料点秀出来好了 那这边有一个分析工具 有看到趋势分析 趋势预测吗 对 就是它 然后点选 加入 好 可是我这边我要稍微去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边要做这件事 首先预测 我们想预测多少期 如果你预测一期 我觉得这个一期会比较精准 预测十期 那个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我觉得还是蛮准的 可是预测到第四期 第五期 可能就比较不是那么准 可是它就是会帮我们预测出来 好 所以我建议我们来看看六期好了 预测六期 我只请它预测六期 这个这一期的意思就是2017年的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有看到吗 好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 我想要把这个 这个略过最后几个 我只是为了要让你们看到正确性 就是 这是不是真实的资料 那假设我先略过这六期 然后看看说真实资料 预测出 跟预测的资料之间的差距 所以我刻意先把这个略过六个点 可以吗 有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意思吗 你看这边这样准不准 这个黑色线是预测的哦 你觉得这样准不准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真实的数据 我先稍微忽略把最后那六期 我先当作是不存在的数值 然后我只是取42期 前面42期的各月的销售 来去预测后面那六个期 让你们知道一下 它的预测的能力好不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它用这个full test 这个韩式做出来的预测 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怎么只有一个同学 点头亮热 是真的很好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给你看的是预测值 跟真实的值 产生出来的结果是 还重叠在一起 有看到 这个 信赖区间 我们先不讲 先不管那个信赖区间 你只要先看那个绿色线 是真实的资料 对不对 黑色线是它预测出来的 有看得懂吗 所以 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抓明年的预算 还不如直接拿这套工具 去先算出来 明年一月会是多少 二月会是多少 三月会是多少 然后假设你希望成长的3% 你再把那个数值再加 再乘1.03 我觉得这样还比较好 同意吗 现在有很多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 我先做完大数据分析 我先听听看民众到底想要听什么数据 什么样的名词 我就光讲那个名词就好了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那个美国总统候选人都可以这样选上总统 台湾为什么不行 我就一直讲北漂就好了 可是我不能在台北市讲北漂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我们前面我们要先 我们要先做什么事情 就先做完这个预测 然后预测出来 我先收集到这些资讯 然后我就一直讲这些你喜欢听的话 那请问一下 那选到的机会是不是相对比较高 可是你们看得懂这张图吗 然后接下来这边还有一个叫做季节性 请问季节性是什么 这边季节性 我们这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逐年增加 就1到12月有一个循环 然后1到12月一个循环 所以这边季节性应该是12个点 然后套用 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它的意思就是这边有看到吗 我觉得这样子的预测已经算是很准了 你看这个点 假设这边2016年的 这边2016年6月 2016年7月 7月他这边算出来数值 我这边都没办法出现 可是你们可以出现 你就可以知道这两个数值其实还蛮接近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所形成的趋势是一致的 当然第一期在这边 第二期蛮准的对不对 第三期我觉得这样也还蛮准的 可是第四第五第六期可能就越来越不准 这是合理的吧 可以哦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拿到前面30年的资料 我们来去未来分析这6个年 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今天我只能拿到4年资料 那你就把它变成 我只能预测后面几个月 因为你一定要超过30 这样预测才会准 好我想预测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像我们介绍了连续性分析 同期比照 类别分析 类别产品分析 动态分析 分群分析 预测 都很重要吧 这是我们基础课程一定会教你的 所以更多细节的话 我建议各位你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我们的大数据分析基础课程 然后下午我们现在是一张资料表 对不对 我们不可能永远只分析一张资料表 所以我们两张资料表 这边会遇到什么问题 下午我们再跟你来去讲解 好上午我们就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那这不做了 我们先赶快去吃饭就好了